16年后魏英重生归来 从大凡山上抓住魏英的那一刻起 蓝王鸡或许就在心里起誓 再也不让这个人消失了 也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所以他一步一趋保护着魏无羡 对魏无羡是有问必答 有求必应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16年后魏英重生归来 16年前到处都是想要伤害魏无羡的人 16年之后几乎每次魏无羡遇到危险 都有人抢着跟他保护魏无羡 而每次被人抢先之后 蓝王鸡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说到魏无羡起此回生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蓝王鸡 更希望魏无羡重生了 虽然他身在姑苏兰市 一生恪守哑正为训 但是他四处问灵 到处寻找 也许在无数的瞬间 他也希望魏英能够不管不顾 找个人夺舍回来 即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蓝湛也是一定会将他保护起来的 蓝王鸡这些年也一定在研究 如何将魏无羡换回的方法 只可惜被聂怀桑抢了先 还直接将人带到了蓝王鸡的面前 你说蓝二内心欢喜的同时 感恩的同时 能不酸溜溜的吗 我蓝二千方百计都找不回来的人 是谁呀 谁比我还厉害 谁比我在魏英心里的地位还重 竟然就这样把魏英给换回了 虽然有着一丝丝酸酸的感觉 但蓝二内心更多的是感激 所以才会在当了先督之后 郑重其事地将聂怀桑行了一礼 其实就是在拜聂怀桑对魏英的重申之恩 在议程的时候 看到妖物弥漫 尽管这里地形 蓝王鸡并不熟悉 但是面对薛阳和苏舍这样的小喽喽 蓝王鸡还是有刃有余的 他有自信可以保护魏无羡 不让魏无羡在他面前 再受一点点的伤害 可是跟薛阳打斗的时候 还是差点被薛阳伤了魏英 薛阳出其不意地 向魏英发射了刺炉顶 其实蓝王鸡也是能够挡住 那两颗钉子的 只不过又被温宁抢了心 温宁还用无比酷帅的姿势 将那两枚钉子 扔在了魏无羡和蓝王鸡的面前 蓝王鸡的内心真是生气 我的人怎么用你来保护呢 这个温宁 从前气人 现在更气人 以前陪着魏英住在乱藏港 魏英因为他跟我分开16年就算了 现在还是这么碍眼 耽误我在魏英面前的表现机会 真是讨厌极了 哼 想打他怎么办 可是魏英看着 我也不好出手啊 我忍 结果这家伙还是不自觉 在上乱藏港的时候 又抢在我面前 这么大的杀招吗 杀鸡烟用牛刀的道理 你忘了呀 果然 恋爱中的男人 智商也不高呀 还有在观音庙里 那金光瑶跟江城打得好好的 魏武线和狼王鸡正在旁边看得好不热闹 谁知道这个金光瑶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一剑刺向了魏武线的方向 狼王鸡此时还连力缺失 怎么办呢 狼王鸡大概是做好了 以肉身挡剑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江城却挑开了金光瑶的剑 江城也因为被金光瑶彻底制服 蓝王鸡又眼睁睁看着 失去了一次保护魏英的机会 哼 真是讨厌 不是温宁 就是江城 还有 那个聂怀丧 这三个人以前都是跟蓝王鸡 冠个醋的人呢 都是让蓝战十分介怀的人 可是这一事不知怎么了 总跟蓝战抢着保护魏武线 魏武线安全没大 蓝战自然愿意看到魏英是平安的 可是每次被人抢先保护魏英的滋味 也着实不好受 蓝儿一生气就跑去当了个仙督 这下看谁还能抢得过我 不愧是你啊 姑苏错亡蓝王鸡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诊情令 魏武线在进入监视祠堂前 为何将酒壶留在了门外呢 人人都说魏武线是忘恩负义之徒 人人都说 宜林老祖是个大魔头 动不动的就说魏武线没有家教 动不动就说魏武线对云木僵士 恩将仇报 可是谁知道 在魏武线的心里 对云木僵士的看重是根深蒂固的 对云木僵士的尊重和维护 也是本能自发的 魏武线自幼失户 失去父母的时候 魏武线不过四岁的样子 几乎还是不计师的年纪 他对童年最深的记忆 就是风餐露宿 忍饥挨饿 还要时常地被恶犬追赶 甚至还要在恶犬的嘴下夺食 所以哪怕后来魏英成了 人人惧怕的宜林老祖 他也还是个见狗怂 足见童年时期的经历 给他留下了多深的阴影 后来魏武线被江丰眠带回莲花屋 在这里他有饱饭吃 有床可以休息 还有江叔叔手把手地教他习武修仙 温柔的师姐可以给他炖好喝的莲藕排骨汤 遇到了恶犬 江燕黎或者江城都可以帮他赶走 这样的日子对魏武线来说 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他很珍惜在莲花屋的日子 他总说 云梦怎么怎么的好 莲花屋如何如何的漂亮 反正在魏英嘴里的云梦和莲花屋 就没有不好的地方 其实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地方呢 魏武线心里的这份美好 其实更多的是对莲花屋 那份温暖和安定的眷恋 这份温暖足以让他忽略渔夫人对他的不友好 在外面他宁愿别人说他不好 攻击他没有家教 但是不允许别人说半句云梦莲花屋的不好 对于梦江市的维护 魏武线已经深入骨子里 更胜于自己的安危和名胜 记得陈清令里有这样的一幕 小编印象非常的深刻 莲花屋重组之后呢 魏武线因为失去金丹 又加上跟蓝忘机之间纠葛的困扰 他并无心整日地憋在莲花屋处理琐事 唯有借酒消愁 整日流连于酒肆之间 深夜归来的时候 又跟江城发生了不愉快 憋慢烦躁的魏武线提着酒壶 打算回房歇息 途经江市祠堂 看到师姐江彦离在祠堂内 她知道自己这几日的放荡行为 有些过分了 使得江城不高兴 师姐又能高兴到哪里去呢 她不知道师姐会不会以为 江叔叔不在了 于夫人不在了 就没有能够截止得了她的了 她不想师姐有这样的误会 所以也进入到祠堂里 找师姐说话 这里有一个细节挺出人的 就是魏武线在进入祠堂之前 将手里的酒壶放到了祠堂的门槛之外 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但充分体现了魏武英作为世家公子的良好教养 她从来都是彬彬有礼之人 只不过她不是虚伪的人 她把她的敬重留给了她认为值得尊敬的人 对那些虚张消气跋扈的人 魏英不屑于给出自己的敬重罢了 另外呢 这个细节也体现出 魏英对江家亲人的敬重之情 她对江家的敬重是真如骨髓的 不管自己心情或者情趣怎样 不管何时何地 她对于孟江世只有维护和敬重 她从来都不是背信弃义 从来都不是忘恩赋予之徒 所以呢才会在她选择大义之后 无意间连累了莲花屋 无意间连累了江雁离 她才会生出那般的愧疚之情 她不惜以命回报云梦江世 其实没有人必为无限 更加希望云梦江世安好 没有人比她更希望云梦江世强大 不是吗 这些细节其实很巧妙地破除那些 别有用心的世人对她的诬陷 这才是最好的澄清 不是吗 一会儿 我们下渡的时候 在渡过日子 我们下渡时 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点 当日 我们下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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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渡时 好 我们下渡时 我们下渡时 我下渡时 我们下渡时